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說我今天去內湖花市 買了幾樣花材 然後呢 我就是想說自己動手擦擦看 要三十五杯 所以呢 等一下我就拿去看 拼拼看 我想說用 就是我之前買的這一個花盆 看可以就是做出什麼樣的變化 現在就來先就是擦擦看我的乾燥花囉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做一點層次 然後色彩 然後我這次是買大概都是紫色系的 然後配一點這個 一根一根的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 就是成品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放家裡不想用紙去包它 所以呢 我在想說這邊 會看到膠帶的很醜 所以我就想到要買這個麻繩 那我就是會把它用在 捆在這個手握的地方 那我覺得會讓花材看起來更有質感 這個是我第一次買 買花回來DIY 就是想要盡可能把這個透明膠帶的部分 遮住 遮住之餘呢 我想說要把它捆得整齊一點 這樣 大概這種感覺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我會把這個捆起來 我覺得像質感就馬上立馬加分耶 就大概加50分 可是我覺得我把這個 我用的有點太低了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是要把它再用高一點 然後這邊讓它留長長的 我覺得應該會蠻好看 先來放放看 試放一下 不管了 那就是先把它當成放 那這就是我的成品 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 就是對那個 這種 東西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自己摸摸看 然後如果說 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去上課請老師 這今天就是走一個紫色系的感覺 反正這就是我今天的成品 我自己很滿意 那就是大家可以試試看囉 好